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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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做一個 在日本居酒屋 有時候會看到的 但不是每一間居酒屋都有的 只是某一個地區的居酒屋 就每間居酒屋都有的 這個是日本沖繩 居酒屋裡面很流行的 就是沖繩雜炒 通常裡面都會有 他們本地生產的苦瓜 這個苦瓜的菜式 其實是相對比較容易入口的 我平時很少吃苦瓜 我不會特地做的 因為通常中式的 炒苦瓜 都是一大塊一大塊的 但這個有點不同 苦瓜只是整個菜式裡面 其中只有一部分 有些是用薄片 拌進去 只是整個菜式 類似炒雜的其中一部分 而且裡面還有午餐肉 所以我是非常推薦 因為我喜歡吃午餐肉 那我們今天就一起做 首先我們先處理苦瓜 這個苦瓜就是日本的苦瓜 那跟我們平時看的有什麼不同呢 你看到那些粒粒是比較有細些 而且它整個尺寸是比較小小的 平時我們看到的那些 會是粗一些 短身一些 它是會長一些 還有那些粒粒小一些 那吃下去 這隻苦瓜 其實是相對地沒那麼苦的 不過都不要緊 我們有阿婆教下的一招 令到那個苦瓜沒那麼苦 那加上午餐肉 那些蛋那些 其實小朋友都可以吃的 那我們一起來處理這個苦瓜 首先當然是洗乾淨它 我們切開它 那頭尾不要 那這個苦瓜 你在日式超市都買得到的 那我們拖開它一半 之後呢 你會看到裡面有很多紙 白色這些東西 那我們就不要的 我們呢 用一個匙羹刮掉它 那白色那些部分呢 其實都很苦的 最好就刮掉它 剩下那些瓜的肉的部分 這個菜式呢 為什麼在沖繩那裡這麼常見呢 一來他們有苦瓜 二來呢 跟部隊鍋呢 有點像 部隊鍋呢 不是經常都是有午餐肉的那些 那那個原因就是因為 又是有軍隊啊 那接著他們有午餐肉 所以這樣做的嘛 那沖繩都是一樣的 他們呢 有美軍基地啊 那些東西的嘛 所以呢 變成他們呢 會吃午餐肉的那樣東西 那就呢 炒在一起了 你看到呢 去完之後呢 那就可以呢 將它切片 那你喜歡吃爽口一點的 口感多一點 你就可以切厚一點 你喜歡呢 碎一點的 那你就切薄一點 比較軟身一點 那如果是呢 你都可以找跑跑的 如果你喜歡超薄的那些 那但是如果不是呢 就這樣切囉 你喜歡切一點厚 就多厚咯 偷懶街 天才 那我呢 切完呢 還有一個步驟要做的 相傳呢 做完這個步驟呢 就可以呢 令苦瓜的味道 沒有那麼苦的了 就是呢 用些鹽呢 醃一下它先 那我呢 把這個碗出來 將它呢 裝進去 之後呢 就拿些鹽出來 加進去 青瓜也有一個這樣的步驟 但是青瓜這樣做呢 其實就是減少它的水分 這樣呢 就會令到那個青瓜爽脆一點 那這個苦瓜呢 就是 據說呢 就是這樣會 可以令到呢 裡面呢 苦味的那些水呢 因為有鹽的關係 會抽出來 那之後呢 你沖乾淨它呢 裡面呢 苦的成份呢 就會被你抽走了 那就會沒那麼苦了 所以呢你要確保呢 你要有足夠的鹽 還有呢 確保它每一個呢 都是黏了鹽的 那些水分才會出來了 那我們呢 有它醃一陣子 準備好其他東西呢 就差不多了 之後呢 就可以切其他東西了 我們呢 有五餐肉 這裡有半塊 其實可以少一點的 那我們呢 將它 切到呢 一樣東西差不多 一口的大小 那你呢 一夾下去呢 你就可以同一時間夾到所有東西 其實挺重要的 每一樣東西 你那個東西切多大呢 影響得那個口感 挺多的 那我們就 然後切條呢 有沒有是這樣 我買了 美國牌的 不是喔 不是美國的 北老牌子的五餐肉 這麼切 因為我知道我會切那麼碎 有些叫火腿五餐肉的 你要留意一下 包裝有寫的 火腿五餐肉呢 其實裡面是有一絲絲肉的 那如果你切那麼碎的時候呢 它有機會會斷開會散的 所以我就選了普通五餐肉 而這個五餐肉是很重要的 其實你不用刷 都可以用其他東西的 都有人會用豬肉片來代替五餐肉的 那你就拿一些薄的肉片來炒 那份量差不多就可以了 因為你是吃其他東西的 肉質是讓你 那塊豐富一點的 之後呢 就到幾特別的東西了 就是豆腐 那我這裡有半塊 你在超市買得到的硬豆腐 就是一樣 我們一口大小 那你可以成一塊都沒問題的 多一點就沒事的 我純粹是 用剩半塊 所以剩下半塊的 這件事真的很家庭 會說完出來之後 因為 因為雪櫃有些什麼 都放進去 我也相信這個東西 本身的菜式 原本都是因為這個原因而誕生 那要準備的東西 其實是準備完了 那我們首先就是處理這些豆腐 因為豆腐要煎到它 四面都是 其實有六面 一粒豆腐有六面 要煎到六面都有 金黃色 才不會夾進去就散了 而且會比較香 那順序就是 豆腐 五七六 還有苦瓜 因為苦瓜生吃都可以的 所以就不用煮得那麼厲害 再加些油 再加多一點色 這樣就可以加上豆腐了 如果太濕 你就一定要印它 因為不然也會很彈的 給點時間它慢慢煎 那你看煎到一半 你就可以拿苦瓜來沖水 那這個時間就夾得最好 輕輕力翻一翻 讓它每一面都煎到 而且煎過的豆腐 或者你炸過的豆腐 其實會吸收到多些汁 所以如果你配有汁的東西 通常那些豆腐都是煎過或者炸過 可以把豆腐放在一邊 不會太容易焦 那你可以先準備那個汁的部分 那也是 日本的東西 都是那些的 絲油 味道 說得那麼悶 糖 如果你想它的味道多一點層次 你可以加少許煎魚粉 沒有就有它 沒有可以用少許的 一點點鹽來代替 但這個東西是夾的 因為它本身最後都會撒少許木魚花上面 其實木魚就是煎魚 放下去其實是同一個味 好 那我們這個東西就搞定 可以準備下 那些豆腐呢 可以先由它炸 那我們呢 拿這個苦瓜去沖乾淨它表面的鹽 你看到現在呢 它是 表面已經濕潤了 而且呢 你看到那些鹽是融掉的 那我們呢 可以沖掉那些鹽 好 回來了 那你見呢 那些豆腐有七八成 就可以加上午餐肉了 因為午餐也是要煎香的 如果呢 你等到那些豆腐呢 真的完全金黃色了 你才加午餐肉呢 如果那些午餐肉呢 煎得香來呢 那些豆腐呢 就會焦了 所以就 看著那個時間 我自己覺得呢 沒有煎香呢 是 挺不好吃的 如果有些茶餐廳呢 那些早餐有時候有些太氣 或者真的很沒心機做那些呢 它真的這樣切出來給你嘛 那些就很恐怖 那又是你聞得到的 你聞到它是已經香了 那呢 就可以下一步 好了 差不多了 那我們呢 下苦瓜 這個炒的時間呢 就隨意了 你喜歡軟一點的 你可以 炒久一點 還有呢 可以加少許水下去 蓋蓋焗一下 這個東西的口感呢 每一間店舖做出來都完全不同 有些呢 就會有些湯汁在底的 有些呢 就是 就這樣乾的 看它喜歡給你什麼口感 所以就沒有規矩了 這個 你喜歡怎樣就怎樣了 好 與此同時呢 我們呢 打定一隻蛋 好 你見差不多呢 就可以下蛋了 給 少少時間 不要立刻攪 如果你立刻攪 它就會好像炒飯一樣呢 全部蛋呢 都會包住所有東西 而呢 你給少許時間 它會呢 有少許是 還是固體狀態 這樣就 漂亮一點 看起來豐富一點 那你煮到 你的蛋已經煎香了 然後苦瓜又夠熟了 你又覺得軟硬到對 這樣呢 就可以加了一條味 再加進去 拌勻它 由於有味淋的關係呢 都是要 滴滴那麼多時間 最後呢 就加一些很微妙的木魚花 你說它重要又可以 你說它不重要又可以 你不加呢 你這樣拍照呢 你就會覺得 有什麼鬼東西啊 火 五餐肉炒苦瓜 但是呢 你加起來呢 然後就會覺得 哦 日本東西 這個 所以呢 就看你了 看你喜歡了 完成 好 那呢 今次這個沖繩炒苦瓜呢 就完成了了 可以說是呢 苦瓜菜式裡面之中呢 這個是最入門的了 你告訴小朋友 說是 午餐肉炒蛋來的 那呢 你就可以騙了它 嘗試呢 吃一下苦瓜 我也是因為 有午餐肉 所以我才會做的 就是這樣了 那今集呢 就來到這裡了 記得按讚、分享、分享、分享、訂閱 喜歡可以加入會員 贊助我們 逢星期一 星期一 星期五 都會有新片的 星期一呢 都可能會有 就是這樣了 下次再見 拜拜 完成 完成 還沒有 還沒有 對不起 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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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